請坐 請坐 大家當心早安 我簡單自我介紹一下 剛才秘書長說我在住加拿大 但是我在加拿大住了兩棟盤 現在是住在美國 在拉斯維加斯 因為我們大學生 他要帶飯店管理 所以我們就在那裡 再搬去美國 去美國的時候 我們也差不多住了兩棟盤 我們在20000年 我在樓上知道這個事情 那時候就開始在注意 但是因為我本來要拿加拿大的身份 所以我又回到加拿大 再住了十個月 這十個月 因為我沒辦法回來上課 我那時候20000年 我知道的是第六季在開訓 就是每一季 如果在開訓的時候 我們就看秘書長和很多工廠這樣說 所以那個 頭殼裡面就有些 比較正確的觀念在裡面 是等到我住在加拿大移民間 坐下 我就回來上課 上課 上課就參與很多 我們民政府的一些 剛才開始的一些活動 我今天 因為時間只有50分鐘 要說這些東西 其實時間不夠 所以我可能要速度快 如果說快 因為我很希望 我們現在看到 我剛才本來給你們這些傳統 其實那個東西不是我的專業 我特技下的 但是因為我自己 有時候台灣人 就是你要學習一個東西 就是說我要賺錢 你要賺錢 那個過程當中 你就多學一些 因為你欠 我們這些都欠底 就是說我們自己把它學起來 我們就不用去找那個設計公司去做 可能剛才開始做 不是很好 但是沒關係 你賺錢裡面去學習 最快 所以我的習慣 這20多年來 我為了賺錢 所以我有開過咖啡店 有開過橋上 但是最后一個工廠是咖啡店 那時候咖啡店錢開下去了 你沒有用什麼方法 我這樣說比較簡單 但是我沒有那種循環 就是說 因為我們店舖的客人這麼多 他們怎麼都不會來我們家 那很奇怪 因為我特技下 你特技下 你去為了賺錢 去做這個生理 根本你以前 在你的頭部裡面 根本就不知道 什麼叫做 服務業 你不知道 所以你做技下的人 頭部比較重 就是說我機器 開下去 材料放下去 拼拼拼拼在補 Place在補出來 那個東西就可以拿去 對不起 我要講中文 忘記了 忘記 忘記 因為我們裡面有藏有鉤刷 不好意思 我要說中文 說法語 過程 我們讀機械的 他這個 這個只要材料一進去 店一打開 產品就掉下來 這個產品 只要它沒有問題 我們就可以去賣錢了 所以那個頭腦裡面 就是比較自私化的東西 但是有一天你碰到 要做生意的時候 你就完蛋了 因為原先是經營產品 經營商品 你現在要去開店 你要經營的是客戶 你怎麼把 從你前面走過去的這個客戶 讓他進來 我們又沒有那個 那個清和力 因為讀機械的人頭不夠軟 阿伯阿伯你講不出嘴了 所以你慢慢慢慢就要想一些辦法 用什麼樣的傳單 用派報去投信箱 讓人家撿那個結角 進來消費 所以就是這樣子慢慢形成 那我11月份去年 11月份回來台灣的時候 其實我是4月份回來台灣上課 上完課以後 我就回美國 但是從4月份到11月份 大概有6個月的時間 我回來的時候 11月份回來是要參加去年 去日本禁國神社 我提早1個月回來 但是回來的時候我發覺一件事 好像這6個月都沒有動 昨天同心有人在建議說 你是政府 政府其實有一些 要讓人家看出你是政府的那個樣子 我跟你講我們也很苦惱 所以回來的時候 我開會的時候 我就提個意 應該把我們的 將來民政府的政策 就是牛肉 就好像我剛剛講的那個結角 結下來 有個折價券 你最起碼吸引外面的這麼多的 這樣的行人 還是鄰居 新的政府 只要我們拿到政權 新的政府 它會提供什麼樣的誘因 因為你沒有這個誘因 它沒辦法產生興趣 我先大概講一下 我們剛開始 不要小看一個人而已 我們剛開始的時候 其實就只有一個人 兩個人 這個是在什麼時候 在去年的 去年的 去年的 十二月 都穿西裝 就站在哪裡 你知道嗎 這個是站在 三重 捷運站出口 它的對面 站好三合夜市 我們兩個人 就傳單拿了 就站在那個路口 站多久 站了三個禮拜 每天晚上七點到九點 大概平均都是250份 我剛剛給你們那個DM 這樣250份 但是說實在 我自己內心很清楚 沒有用 沒有用 我舉個例子給你聽 你 這個東西它不是折價券 我們在發的這個傳單 不是折價券 但是我自己知道很清楚 但是沒有辦法 我還是要做 因為我們在那邊 堅持了三個禮拜 從兩個人 這個中間 大概這個三個禮拜裡面 我們晚上在那邊發 白天就跑菜市場 白天就跑菜市場 跑果菜市場 跑林口菜市場 跑土城 這個是土城延吉街 菜市場 在這個時候 已經有大概十多個人 已經有十多個人出來幫忙 但是其中這個三個禮拜 其中有一次 我聽到的 我到了三重果菜市場 有一個攤商的老闆 他鄉鄉就這樣講 你們的福利是有夠好的 但是你們如果賺錢拿不到 萬人我們去用228要怎樣 聽到嗎 就是說 以前的那個恐懼 都還放在每一個人的心中 我要舉一個例子給你聽 不是年紀大的有那個228的陰影 我有一次在這個捷運站的出口 在發傳單的時候 一個媽媽帶兩個小孩 那個大女兒應該是四五年級的年紀 這個傳單 我先讓你看下一張傳單 加就這裡 因為這個是A市的折雙面 另外一面 另外一面沒有什麼 另外一面看不出都是文字 但是這一面它是政府要換人 你知道這個東西在三重 要去發傳單也要挑地點 你必須要去找那個支持 民進黨比較多的地方 你去找那個支持國民黨的 這種東西我跟你講是 就是一點用處都沒有 所以我們選定三重捷運站 是已經比較綠的地方 照理講 這些人都比較勇敢 都比較不怕 你知道 那一個媽媽帶兩個小孩 從那裡走來 我們留這張給她 剛才開始 另外那一面 是叫夢實線 就是這張和這個夢實線 因為它兩面 夢實線 因為看到那個年輕的媽媽 你拿那個夢給她看 還沒有衝擊性 不會那麼大 結果拿了一張對不對 不是媽媽拿的 是她的那個大女兒 大概四年級的那個大女兒 她拿了以後 就這樣走 這樣走 結果她翻過來 看到政府要換人 我頭給你認 你看那種表情 連那個小學生 拿到這種傳單 看到說政府要換人 連那個小學生 他都知道這個是 你們大人在頭上牌 其實後來 其實後來有很多張傳單 就是 這個 美國軍事 因為那個衝擊性 有點太 太震驚了 但是我跟你講 這一張政府要換人 在宜蘭用得很好 在宜蘭那個區域 用這一張 他覺得不夠鹹 還要更鹹的 所以那個區域性是不一樣的 那我現在講的這個東西 後來就是因為這個關係 我跟秘書長報備過了以後 秘書長說不要 我們換一個比較 比較沒那麼爽動的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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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句 就很平常跟他講 美國軍事政府要進來 但是這個東西用了以後 我跟你講 他內心有恐懼的 這一些人永遠就是恐懼 你跟他講什麼他可能聽不進去 就好像昨天我們小組討論 其實很多次的小組討論 我昨天突然讓我覺得說 我要調整我要講的 因為我發覺一件事 我現在做的這個東西 他主要的課程 主要要告訴的對象 是同心以外的 就是我都鎖定我們的同心 對論述都很清楚了 包括Chinese Taipei 包括日俗美戰 這個東西都是很清楚的 我不需要花時間去告訴你說 為什麼叫做日俗美戰 為什麼叫做佔領不得已轉主權 這些東西我不用跟你講 但是昨天的小組討論 我也嚇了一跳 我發覺 有一些法理的東西 不夠紮實 所以你提出那個問題以後 我也覺得 以前都真的 我以前參加小組討論 我沒有 我很少有聽到那麼多的 很奇怪的事 這個是真的是很奇怪 那有可能 可能這一集的成員 進來的 他可能是朋友告訴他 可能講頭 講中邊 講尾巴 他可能聽到某一部分 可以認同他進來 但是整套的東西 有部分的同心還不是很了解 所以前面的這個部分 我大概講快一點 那後來這個就是 因為剛剛那個三重果塞市場 有那個人跟我講這件事 不要被二二八 所以那個時候 我們的心裡面 就開始在想一件事 如果我們自己有自己的辦公室 就好像民進黨早期 在做反對運動的時候 他們到處都有他們的辦公室 這樣子 我們在那個區域 在發這個DM 邀請他們來去辦身份證 比較不會怕 他覺得說 你的政府的牌棒就抓在那裡 所以你是政府我相信 但是現在只要有一件事 你說服我辦這張身份證 他的用意在哪裡 一開始我只鎖定 因為我不是讀廣告設計的 一開始我只想說 我希望你看待我們的好處 所以你產生興趣 再來了解我們 但是的結論是說 因為我認為你做不到 所以你講的那個福利政策 沒用 既然沒用 所以我們就開始醞釀說 我們要來開一家辦公室 所以這一家辦公室 是在三重重新入五段光復入口 這間很小 這間不大 因為它不大 所以我們現在又把它換地方了 換到這個地方 它是在 地址在這裡 它這個地方在三樓 有150坪 歡迎有機會到 有機會來台北 南部的 可以到我們這邊坐坐 我每天都在那邊上班 因為這個我不想講太多 那各位剛剛手上拿的這一份 我們一直在發傳單 傳單發的過程 發了已經發了應該有好幾萬份出去 但是效果真的很差 原因在哪裡你知道嗎 這個東西是法理 我這個法理已經很簡單 已經在簡單不過了 但是你拿給這個路人 拿給鄰居 你不去解釋 我跟你說 拿去包拼兩位陷害太重 還有幽默 我跟你說 但是這一張 150磅的紙 我們一張要帶0.7 0.8的成本 要一塊了 那一天 光在我們這個剛剛那個 那個辦公室的那個路口 在童心來 六七雷一天可以分一千分 七八百塊發出去 它也自己不會上來 不會 自己不會進來辦身份證 所以你現在拿到這個東西 我大概解釋一下 一樣是快速解釋 這旁邊這兩張 這兩張我上面都寫得那麼清楚 美國官方何可之 這個打錯了 何可之證明文件 這兩張證明文件 一張是台灣民政府 一張是台灣政府 這個是文件 等一下 這一張傳單是在剛剛那個辦公室 4月1號開幕的時候 我們裡面有一個大的海報 就是在解釋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我先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東西很好用 我已經用過不知道多少次 我必須要解釋這個例子給你聽 你等一下才有興趣要學這個 既然你都上課了 我也認為說 你的頭腦裡面必須裝下一個基本的東西 要不然有一天你的朋友問你 你參加民政府 他到底法理到底是對還是錯 他問一些開羅宣言 波子膽宣言 問你的時候你就 你就當了 你只要拿這一張 這一張是法理的 你只要照它上面按圖說故事 大部分你不要解釋的太離譜 大部分都可以接受 這個等一下 後面有一個比較大張的 我再解釋 這一張各位是沒有 因為我已經發完了 這一張發完 有我一定會給你 那有機會帶到辦公室拿 那你們要檔案後面都可以call 反正現在這個解析度都還不錯 印出來都沒有問題 因為這個是 我等一下會解釋 這個部分跟這個部分 我把它放大跟這個部分 還有戰爭法 其實你只要會解釋 我現在跟你現在指的 等一下是大一點的 上面的這個法理的 還有這個戰爭法 還有這個圖 我相信這幾天在上課都有看過 而且這邊有兩張錢 這兩張錢 我先講它的好處 有一天大概在上個月 有一個外省級的 他帶他媽媽80幾歲 跟他的老婆到辦公室 外省級 不要說外省級 光台灣人你要解釋 就是讓他聽 就是不再把你印刷印刺 就已經很困難 不要說外省級的 他總共來了大概45分鐘的時間 剛好他就坐在 他就坐在 坐在我們大海報 這一張底下的沙發在這裡 三個人就坐一排 大部分都是這個外省級的在發問 我開始講只講到前面而已 只講到前面 他可以說15分鐘 我常常要聽他說 外省的 怕你對以前的歷史 那可以說他不用背 因為他從小就是那個概念 台灣就是他們的 他們的 他們三軍 他們當時的中間就是 保護台灣 是沒有你們帶到 你們就去給共產黨 你也去吃素皮 我跟你講 他們的頭腦裡面就是這樣子 因為那個 那個 我不會說那種什麼心情 尤其他外省的 族群 他就覺得他們 是有公勞的 不然他叫做農民 但是台灣人 當時都聽說他們是農民 所以他講的東西 他很會講的 就整天都死了 那一隻嘴都不是 我可以聽他 我可以聽他說15分鐘 因為我知道一定不對 但是你不聽他說 我怎麼會知道 什麼話要給他 對不起又講到台語 他就講講講 我就利用他的空檔 我就開始講這個東西 我跟你講 這些東西講完以後 這些東西講完以後 我先看後面 我看完之後 辦公室也有這張圖 這張圖 你都可以跟他下載 我跟他說一個很簡單的 我說 你跟我講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為什麼當時日本投降的時候 有兩個壽翔單位 你光復節 因為你跟我講台灣是光復節 既然光復節你是收復當時的國土 既然是國土 日本投降的時候 你應該只有一個壽翔單位而已 為什麼有何英卿 又有陳怡 你講了那麼多的事情 我聽 因為你講的以前教科書 都是這樣講的 只是你講的 加強語氣講的 但是我訪問他 你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我問你 為什麼有兩個壽翔單位 而且我又讓他看 這個是六十幾年前的照片 為什麼這個地方差美國國旗 這個大概五十年 應該是在五十年 民國五十幾年的相片 這邊也有美國國旗 他為什麼不差英國國旗 他是沒有回答 在底下 郝龍斌跟馬英九 這國父紀念館 為什麼這個地方又是美國國旗 他怎麼又不放法國 放德國 他偏偏要放美國 我提問題給他而已 我說這個2012年 去年九三軍人節 為什麼這個地方 他又放美國國旗 軍方 這很奇怪的事 你看下一張 這一張 他是在那個公會堂 就是中山堂 他是在中山堂裡面 有四面國旗 接受投降 聯軍接受投降 有四面國旗 中華民國的 英國的 這個是美國的 這個是俄羅斯的 蘇聯 這個裡面是接受投降 外面 外面 外面給你放這個 有可能是當時的美國人 他就不在中文 他裡面接受投降 外面給你這個地方 應該是受降典禮 他給你騙台灣官府 我告訴你 說到這裡 你知道 已經差不多 四十幾分鐘 他說 葉州長 很抱歉 你講的我都認同 因為我媽媽 八十幾歲了 要去上洗手間 上完洗手間 他待外面也不能待太久 拜託的 我不是叫他站的 他是坐我們的沙發上頭 他說 他說 酒便所要走 也好 也好 其實中國人 他們的頭盤裡面 跟我們現在很多台灣人裡面 裝的東西是一模一樣 那有一些東西 那個都是在騙你 我跟你講 有一個東西 是我上個月才找到的 剛剛有講 剛剛有講這個東西 我這個已經放大了 這個傳單我今天沒有帶 你可以到我們那個官網 官網的左下角 不是有一個 他會自動 自動跳的 就是一張一張跳的那個地方 你點進去 有剛剛那兩張圖 你可以把它印下來 印下來以後腹背 真的是很好用的工具 因為 我的習慣會把一些東西 做成標準化的東西 讓所有人很好去使用這個工具 你看 剛剛講過了這個比較大的圖 這個很清楚 一個太平洋戰區 一個中國戰區 太平洋戰區的接受投降 是陳儀 這個是陳儀 那中國戰區是何英卿 照理講 如果說台灣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 當時接受投降的人 只有何英卿而已 太平洋戰區不是他的 是美國是主要佔領全國 中華民國當時因為 他34年 接收民國 因為我等一下要解釋錢 所以我直接用民國 他是民國34年接收台灣 38年變流亡 這四年時間 一開始其實他們也不知道說 速度這麼快 經過四年就變流亡政府 我相信他自己都沒想到 你看 這一張就是放大了 我剛剛大概有解釋過 我現在大概解釋 因為我必須要從這邊開始講 我前面做的那個資料 是針對外人 但是我剛剛說 我昨天知道的這個狀況 我必須要 我們的人必須從這邊開始 我先各位講一下 全世界沒有一個例外 只要戰爭 這個地區 經過戰爭之後 它必須有兩個東西是 鐵的原則 這兩個東西 其實這個傳單你拿到以後 你就照念就好了 你知道嗎 如果你的朋友他要電話中聽你講 你就照念就一百分了 你看 你看一開始 兩個就是沒有交集 是平行線 上面這個地方是軍事政府 底下這個地方是民政府 我先舉例子給你聽 伊拉克就好 伊拉克大概七八年的時間 就從戰爭到撤軍結束 我先講底下這裡 剛開始 伊拉克跟美國正式宣戰 兩國開始打仗 打了沒多久 美軍 戰勝了 戰勝他就在伊拉克成立 美國軍事政府 美國伊拉克軍事政府 在這邊成立 但是他成立之後 國際戰爭法 它是這樣子的規定 你戰勝國 把這個地區的政府 把他打敗了 這個 舊的這個政府 他瓦解了 你必須幫這個地區的人民 在成立他們的人民政府 所以你看 當時有很多伊拉克民政府 名字叫做伊拉克民政府 跟現在的台灣民政府 是一樣的意思 你看 不好意思 成立民政府之後 這個民政府 他必須要有他自己的法律 有他的議會 國會 這個地區的人 經過一段時間的教育 這一些人他會遵守新的法律 一段時間之後 這個地區維持和平 軍事政府就要離開了 但是要離開前 新的 新的這個政府 必須跟美國軍 美國要簽訂合約 簽訂 簽完以後 美軍就要離開 伊拉克的例子 從 開始戰爭 到結束 頭尾 不成功被當 不到八年 他就要離開 現在的中華民國 民政府 的狀況 我們現在美軍都還沒有進來 到現在美軍都還沒進來 這樣子我們已經走了68年 這樣已經走了68年 這個是伊拉克的例子 我現在講中華民國 你看 剛開始佔領的時候 年紀比較輕的 就算讀書 應該也有隱隱約約 也有看過這樣子 剛開始台灣警備總司令部 這個台灣警備總司令部 剛好就是從34年到38年 這一段時間在用 因為中華民國 遷都 他說遷都 遷都來台 中央政府移到台灣的時候 這個就取消了 他就把這個取消 那個時候台灣的民政府 他叫台灣行政長官公署 有聽過這個吧 有嗎 台灣行政長官公署 之後 他改名叫做台灣省政府 有嗎 所以你們以前會記得 你一個車牌 車牌 車牌 叫台灣省 對不對 奇怪 我也懷疑 但是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他講什麼我也聽什麼 政府講什麼我也聽什麼 政府講什麼我就聽什麼 你看 台灣省 這麼大地 中華民國也是這麼大地 那很奇怪 原因就是 他是軍事占領 他軍事占領的 所以你看 後來 李政府要廢審 美國說 人民政府怎麼可以廢掉 其實那時候 可能李登輝也搞不清楚 所以他把他動審 那 台灣民政府 台灣既然是 需要人民政府 所以 2009年 我們在美國 那個最高法 那高等法院判決下來 其實這個民政府 台灣民政府早就接軌了 因為台灣省政府裡面 到現在沒有人跳出來說 完全是台灣民政府 因為那裡沒人了 那像一些空的 辦公大樓也沒有人 我們看 這個地區的軍事政府 他怎麼演變 你看 這個都是邏輯 這個沒有 沒有什麼感情 是邏輯在思考 你看 剛開始 這個美國 他是分配佔領給 等一下我講個小故事 你就知道什麼 分配佔領 他是分配佔領給 中華民國 就經三和平條約結束之後 他是改名叫做代理佔領 代理美國軍事政府佔領台灣 但是這從間 就繼續往前走 走到哪裡 走到中美斷交的台灣關係法 那個時候的中華民國已經改名字 叫做台灣治理當局 因為他退出聯合國 他本來就是流亡政府 只是美國在從 舊金山和平條約到 到這個 中美斷交的這段時間 你搞模糊 他認為他 反正美國人 當時的美國人 一定有一部分的人 就有他的利益 他在幫助他們 偷這個葛 讓他繼續住在台灣 就是這個只有原因而已 你看 來到這裡 你知道ECFA簽嗎 你知道ECFA簽約的那一天 的下午 美國的那個艦隊 進國左營港 TVBS有報 你們回去可以去查 你去查ECFA那一天 的下午 TVBS有報導 軍艦進港 他在做什麼事 上面是ECFA簽 ECFA簽的那個代表一個很重要的意義就是 流亡政府跟他的本國已經和談了 既然和談會產生一個效應出來 你注意看 當時美國是代理佔領給中華民國 既然你們兩個兄弟和談 美國是經濟主義國家 他的頭號敵人是共產主義 所以蘇聯瓦解了 他是共產主義他是敵人 那我問你 現在的中國就是共產主義 怎麼可能美國把這個代理給 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哪有可能 沒有問題 好他自己要進來 所以很多人講說 你們不要民政府 你們台灣人 不要中了美國人的圈套 他說美國全世界都農舊收家 我相信這句話你聽過 但是美國要進來是為了他自己的利益 只在這個地方 你就看得出來是為了他自己的利益 所以這張講完 我要回到剛才那張 就是你現在我給你那個傳單上面的那一張 我這個東西我要解釋清楚 只要解釋清楚你這一張你把它互備放著 所有台灣到現在發生的問題 全部都在裡面 不要看那一點點而已 那改了好多次了 秘書長也改了很多次了 來 來 在這裡 我跟你說我站在這裡這樣比較不會知道 因為我這裡還要解釋清楚 剛開始 在大日本戰敗的時候 他台灣這個地方 他委託麥克阿瑟委託蔣介石元帥 那個時候是元帥不是中華民國總統 是元帥 你要看 我剛剛有講過了解釋過了 戰爭之後他有分一個 軍政 我來這裡 麥克風好像靈敏度不好 這邊看得到嗎 剛開始 軍政 民政 所有戰爭之後的地方都會分軍政 民政 這不會變 你看到了未來 美軍還沒有撤離台灣之前 還是軍政 民政 都是平行線 這個台灣治理當局底下 也有一個軍政跟民政 只是 再寫下去會很複雜 所以台灣的過去 現在 未來 都是兩個平行線 都是兩個平行線 軍事政府 這個地方台灣警備總司令部 台灣行政長官公署 剛剛都講了 好啦 現在來 他剛開始的時候 中華民國來台灣是接受佔領 因為他的母國還在 但是四年之後他變了流亡政府 38年他 遷都來台的時候就是流亡政府 那流亡政府他的名字就是叫做這個 中華台北 對 這一次那個棒球 日本的那個打棒球 他帽子上就是寫CT 有多少人 他沒有騙你 他本來就是跟你講 我就是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在台灣 但是在台北 你看 這個地方 他不是早就已經寫在這裡 你的帽子到現在他還是這樣寫 所以這個台灣的這個過去 很多人都很清楚 但是現在一個問題 現在台灣人的迷思 迷思在哪裡你知道嗎 因為很多人講說 尤其很多獨派的很多在野的 他會說中華民國 台灣這個地方是台灣關係法的關係保護他 那台灣的主權到底在哪裡 現在的所有人爭議 為什麼剛剛給你們那個小卡片 那個小卡片是這個禮拜在新聞 在自由時報上登的一篇 就是剛好習近平跟歐巴馬見面 CIA在1949年的秘密檔案 裡面就寫得很清楚 台灣到當時 台灣當時他就是日本的領土 他沒有講是日本天皇的領土 但是他在講的那個意思 你們如果家裡有訂報紙 可以回去再看一下 那裡面講的已經夠清楚了 你知道為什麼當時把台灣關係法 放在美國的國內法 這是違反國際法的 但是前面他們有一個前置作業 那個前置作業 他做了什麼事你知道嗎 我講這個故事 你們先聽 因為那個有點深 當時大日本帝國戰敗的時候 當時戰敗 因為聯軍怕大日本帝國再度崛起 你知道他的領土 我相信這幾天你們都上過了 他把北邊的北方四島 讓蘇聯佔領 因為當時的日本是太 日本帝國是太強了 強大的 他有辦法從開軍艦從日本 跑到夏威夷 跨過太平洋 那不是簡單的事啊 所以他們怕他戰敗之後 他怕大日本帝國再度崛起 然後把當時的大日本帝國四分五裂 北邊的北方四島 蘇聯佔領 右手邊的那個琉球 聯合國佔領 左邊現在講的是日本本島的左邊 左邊主島韓國佔領 現在的日本的這四個島 聯軍親自佔領 底下的台灣 他要跟蔣介石來佔領 所以你看 當時的蘇聯做了一件事情 他把當時在北方四島上 所有的日本人用軍艦把他載到日本本土 我在想 合理的懷疑 蔣介石一定有高人在指點 他要求聯軍把當時 當時的台灣有六百萬的日本台灣人 請聯軍用軍艦跟蘇聯一樣把他載到日本本土 聯軍告訴他一件事 我沒有那麼多的軍艦可以載你那麼多人回去 所以蔣介石就用了一張行政命令 行政命令 這個行政命令我這邊沒有 以後你們應該看得到 你看喔 他用一張行政命令 我剛剛不是講說 全世界戰爭之後兩個平行線是不會重疊 有夠高焦 這不知道什麼人家教的 他用這張身份證去改變當時六百萬人的國籍 你看這個上面是佔領軍 佔領軍有辦法在佔領軍裡面一定是中國人 拿中國的ID的人 但是他怕你為了要管你這六百萬的台灣人 他用行政命令去改變你的國籍 所以你去領他的身份證 這個時候你這個身份證走來這裡 是你們自己去領的 你怕你不要領 你沒有國籍了 全世界每一個人都會有國籍 因為你去領他的身份證 而且那一段時間又有228 那228台西那些人有很多特色人 趁那他就黑白跟你說了 永光富杰騙你 你是中國人 所以你要來領身份證 你那時候那些人不要領身份證 我們台灣走就過關了 中國軍早就要離開了 因為這個地方 全部當時那六百萬人 用船載不走的這一批人 全部去領他的身份證 所以我們回到剛剛 剛剛這一張 你們的船單上面 你們的船單上面 都已經很清楚了 我已經用紅色標記 因為美國人完全看不到 這個地方有台灣人 因為當時那個六百萬的台灣人 全部去領中華民國的身份證 所以在斷交之後 他們用了四個月又十天的時間 去討論 到底怎麼樣讓現在這個 現有的這個中國佔領軍 跟他移民過來的那些中國人 怎麼讓他就地合法 而且他已經知道 當時已經透過國籍的變更 在這個地方全部都是中國人 所以他就把台灣的地位 放在他的台灣關係法 如果可以這樣子 你知道現在 在波多黎克 他還是美國佔領當中 他是美國海外為合併的領土 他是在1898年的時候 西班牙戰爭拿到的 到現在一百多年 他們從第一天佔領到現在都用美金 到現在都用美金 而且在去年年底 波多黎克的人公投說他要做美國的第五十一週 現在換美國再傷腦筋了 當然他不是跟我們有絕對關係 但是我只是要引用這個例子 他們都已經一百多年了 他為什麼不把美國的國內法 也把他放一個波多黎克關係法 這個問題現在波多黎克的問題 是美國自己在傷腦筋 所以你記得你拿到這一張傳單的時候 一定要去解釋 一定要會講我剛剛講的那個故事 北方四島的故事 這樣才有辦法解釋這個台灣關係法 他到底為什麼在這裡 所以1979年斷交了以後 他把台灣關係法放到美國的國內法 改名字了 他已經改名了 原先叫做中華民國 他已經改成改名叫做台灣治理當局 台灣authority 這裡已經改名了 但是2009年美國司法院那個判決 那個五點判決 各位有沒有看過 有沒有看過 如果沒有看過這幾天再找 這五項裡面其中有一項 美國國務院 美國國務院必須主動協助這一群原告 就是林志生等228位 成立他們自己的政府 所以我們剛開始 就是根據這個司法的判決 因為他要幫我們成立政府 所以他必須幫助我們把台灣這一塊島上 當時日本大日本帝國的台灣人 把它找出來 所以我們必須要在全台灣辦說明會 讓所有的人知道你的過去 你是當時的大日本帝國的公民 是公民 我們不是當時已經是公民了 公民 昨天有一位童星在問我順便答覆 PTW跟TW的差別在哪裡 TW就是公民 PTW就是居民 這樣講簡單一點 PTW就是美國的綠卡 TW就是公民 就是可以辦護照的 TW可以有投票權 PTW不行跟綠卡在美國是一樣的 綠卡在美國是不可以投票的 它的差別就差不多這樣 綠卡他不是公民 所以拿綠卡的人他不用當兵 那台灣民政委以後 不管你是公民還是居民都不用當兵 所以沒有這個當兵的問題 因為你是公民你才有效忠的這個問題 所以因為 這個地方他幫我們 這張身份證是他幫我們做的 因為他如果這張身份證是他在台灣做的 有可能會造假 但是這一張身份證是寄到美國製作的 所以我們辦了多少張他們自己很清楚 等到我們拿到41萬張秘書長有獎了 41萬張 4000的已經受訓完的公務人 這個小事41萬張是大事 這個是大事這個是大的工程 41萬到美國必須把中華民國請去哪裡 我們不管 原則上是回到流亡政府要就地合法 必須要回到自己的國土 所以 戰爭法秘書長在講的這個論述裡面 其實就兩個很重要的是 佔領不得移轉主權 這個一定要記起來 流亡政府不可以就地合法 既然他流亡政府要合法 他要回到金門跟馬祖 所以你如果有朋友他是住在金門馬祖 他要美國簽證 那個簽證上一定寫中國 你可以去查一下 所以這一張 這一張變成很重要 那我剛剛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剛剛有給各位 小張的你看這個4萬塊換1塊的那個公文 4萬塊換1塊的公文 我剛才講這一張錢 這一張錢 你現在看這一張錢好像古早錢 但是這張錢我找到這張錢 還等一下後面那張錢我是很高興的 同樣那幾個 如果台灣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 他已經是中國的國土的時候 當時佔領 台灣用的錢 剛剛Portolico是佔領的時候就用美金了 如果台灣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 照理講台灣當時要用中國的錢 中國中央銀行的錢 為什麼一直在用台灣銀行 為什麼 因為蔣介石知道 當時台灣就是軍事占領地 他是軍事占領 不可以去把他的鈔票換掉 所以他一定要用這個 台灣銀行 有可能我之前還以為說 可能當時的中國他沒有錢 他可能只有原大頭 有一些可能比較落後 不好意思他有錢 你看 這一張錢是中華民國26年 他在接收 他在佔領台灣的時候 他們自己中國就有錢了 這一張錢為何當時不拿來台灣用 原因就是 當時的蔣介石很清楚知道台灣是軍事占領 光這個錢上面你就看出所以然 你來看 這個是中華民國 中國37年的印刷出來的錢 他們要38年要轉進來台灣 撤退來台灣 中國人真的是不要連 流行就流行就轉進 不然就遷都來台 你看25萬 一張錢25萬 因為那時候中國幣已經通貨膨脹到這麼嚴重 25萬 你如果要查這個錢 你說現在應該都有 你查中華民國紙幣就一堆 有夠多 你看 這個地方還可以這幾張錢還可以證明 他是流行政府 我說給你聽 這個是民國43年 中央政府都已經遷都來台了 你中央政府本來全世界中央政府都可以印錢 你既然中央政府簽來台灣了 你為什麼不能用中華民國還要用台灣銀行 他這個地方還有一個縣馬祖地區專用 這很奇怪的事情 因為我跟你說 流行政府自己不能印錢 所以他還要拿東西 這些錢應該是美國拿錢的 印他以後來台灣給他用 他沒有那個技術他沒有那個板 所以金門馬祖那確實是他的 金門跟馬祖確實是他的國土 確實是他的國土 但是他的自己的國土 他又不敢印錢 因為他印錢 他如果印鈔票美國一定不同意 所以你看 這邊有一個 現馬祖地區專用 這很害的 一般的錢怎麼會把這個字 跟圖案重疊 這個地方是疊的 他就是拿人家印好的錢 用網板印刷 你看太高了 43年的 只有這個錢你就知道中華民國 這六十幾年來 是怎麼樣讓你的頭部 變壞了 不可以輸客 現在沒有改稅你怎麼知道 我也是因為我知道這件事了以後 我才去從這個錢上面去找答案 我現在在找一張錢 看各位借我拍照或是掃描就好 時間記清楚 是在1945年4月1號到1945年投降8月15號 這中間有沒有找可以 可以找到這個錢 這個是這個是在日本天王招書之前 台灣還是總督府官製的時候的錢 但是如果說主委 你們阿公 你們阿公 你們阿爸他有留到以前日本的錢 裡面看有一張什麼錢你知道嗎 他上面 他是在台灣使用的錢 但是上面是大日本國 就是跟日本用的一模一樣的 就不是用台灣銀行 看有這張錢 如果有這張錢就可以證明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1941年之後 台灣就是大日本帝國的國土 不是殖民地 國土是不可以被割讓的 如果有這張錢你功德有量 我現在又去找還沒找到 剛剛 這個故事講完 這個故事講完時間到了 在3月 3月13號 在這裡 現在你們做的這個地方 我們有辦了一期日台精英 那這個 這位先生是大串先生 他是日本智慧隊中將退休的 來了13個 那個日本的大學生 還有我們台灣的人 他在最後一天要離開的時候 有一個座談會 他座談會他站起來這樣問 他說 他說 現在的日本人跟現在的台灣人 很尊敬 李登輝 而且現在的台灣人要求的是維持現狀 請問秘書長 為什麼台灣民政府要把中華民國整個的鎮除掉 他這樣問 有夠鹹嗎 秘書長這樣回答 其實這68年來 本土台灣人只要求兩件事 一個是公平跟正義 所以 中華民國永遠做不到 而且上個禮拜 美方還告訴我們一個秘密 你們本土台灣人 的身份證 的後面 你們可以回去自己看 在後面的這裡 已經被做的記號 後面的上面這裡 被做的記號 自己回去檢查 當時這幾位日本人 我們也哪有給他看 覺得很不可思議 重點來了 你們不要以為 你們現在的日本人日子好過 你們現在的日本人跟我們的苦難是一樣的 莫名其妙 日本的生活水準這麼好 怎麼一模一樣 這是中將 他一直跟中將講 中將已經做二十八年了 他說 當時的大日本帝國 日本天皇投降的時候 聯軍怕 大日本帝國再度崛起 把現在的日本 放了一百萬的韓國人 那叫做左派 哪有對日本就了解 把台灣放兩百萬的中國人 這一百萬跟兩百萬 掌控所有的政治跟經濟核心 你知道台灣的苦難跟現在的日本苦難 有一樣嗎 這個總將 又問一個問題 他是請教喔 他知道秘書長他看過很多美國的機密檔案 他請教他一件事 他說現在的琉球的問題 他們一直很苦惱 在日本他們認為說 下一個階段他們要到 這個 聯合國要去抗議 他請教林秘書長 這樣做法對不對 拜託他們到的專家那裡 請教秘書長 但是秘書長說兩句他就分了 他跟他說不好 他說不好 怎麼不好呢 因為聯合國是在 琉球的問題之後成立的 通了 你去抗議聯合國是誰要插他 所以這個總將 他感覺說他來這三四天 真的跌破眼鏡 還是怎樣 反正那種標情很漂亮 他說他很感動 他很欲漏很多 他說他這座回去日本 他會把他智慧對於學生說這個 日本跟台灣的關係 法理的關係 另外他也有一些朋友 是在國會 也有是內閣 他會跟他們講這件事情 這個故事就到這裡了 因為時間的關係 出國文青黨友軍 不好意思他也有機會 謝謝謝謝 請起立